Yay! Kondo-san 從前從前 在一個距離城市遙遠的地方 羊媽媽跟七隻小羊快樂地住在森林裡的農場 有一天 農場的動物們被森林傳來的聲音吵醒了 這是他們從來沒聽過的聲音 發生什麼事了 我也不知道 很快就會知道了 媽媽,我好害怕喔 我也是,這個聲音好可怕 羊媽媽換了衣服 準備到外面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待在家裡等我回來 最重要的是不要幫陌生人開門 知道嗎? 我們知道了 我們知道了 羊媽媽離開家 跟農場的其他動物會合 噪音持續越來越大 又嚇人 小羊們 害怕地躲在桌子底下 我們必須想辦法找出噪音的來源 因為這個原因 母雞都不下袋 乳牛也不產牛奶了 沒錯 我們趕快找到解決的辦法 不然大家都要餓肚子 就在這個時候 噪音消失了 一切都恢復了正常 怎麼回事 萬歲 結束了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我們還是得查出真相才行 真的有必要嗎? 你聽,聲音消失了 萬一又發生了呢 到那個時候再想辦法就好了 來吧 大家開始工作了 所有的動物都回到崗位上 就像沒事發生一樣 第二天 他們又被這吵死人的噪音吵醒 就像之前一樣 噪音到中午又消失了 只有羊媽媽覺得很擔心 羊媽媽覺得很不安 但又無法做任何事 她失望地回到家 小羊媽媽 小羊們正在等著她 媽媽,發生什麼事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不想查出原因 沒辦法告訴小羊們原因 這讓羊媽媽覺得很沮喪 這讓羊媽媽覺得很沮喪 天色變暗了 大家都休息了 只有七隻小羊還睁著眼睛 他們睡不著 我們要查出真相 我們要查出真相 要怎麼做 查出真相 是遭音傳出來的地方 警衛不會讓我們在這時間出去的 那我們要怎麼出去才不會被發現 我有點子 大家聽我說 我們就這樣 老警衛在警衛室裡打瞌睡 突然,他發現有三隻羊走過來 他立刻走出來用手電筒照他們 其實這是小羊們疊羅漢 在披著羊媽媽的衣服 所以看起來比較高 你們是誰? 這時間要去哪裡? 我們很想吃新鮮的草 家裡都沒有了 我不能讓你們這時間出去 外面太危險了 如果沒有吃到草 明天工作會沒有效率 對吧,各位姐妹 警衛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是他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好吧,你們可以去 但是要快點回來 他們在第一棵樹後分開 朝有聲音的方向前進 他們走了好長一段時間 終於抵達一塊有著大照明燈的空地 那裡有大型機械 各種建材 還有很多被砍掉的樹 這不是好現象 我們應該要告訴媽媽 不,你們不行這樣做 我要把森林裡的樹都砍掉拿去賣 我會變得很有錢 你們這些小傢伙 別想破壞我的好事 我們應該要想到的 野狼把小羊們緊緊地綁起來 關在房間裡 可憐的小羊們雖然很害怕 但卻沒有表現出害怕的樣子 我們要想辦法逃出去 沒錯,我們要趕快阻止野狼 回掉整個森林 誰有計劃呢? 如果能到那邊 我們就自由了 於是他們開始啃繩子 就向羊媽媽教的 誰先獲得自由 就幫其他的小羊 然後他們踩在彼此的肩膀上 從小窗子一一逃出去 什麼人都沒有 只有野狼呼呼大穴的聲音 他們派出兩隻小羊回農場 告訴其他人這件事 如果真的像他說的 森林裡的動物們也會死掉的 我們要阻止它 該怎麼做 他們圍成一圈輕聲地討論 這時候 兩隻小羊已經到了農場 但是因為老警衛睡著了 所以他們無法進去 要他們跳過柵欄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辦法就是他們互相合作 一隻彎下腰來 另一隻踩著他的背 跳過柵欄 來吧,快進來 兩隻小羊 兩隻小羊立刻回家 叫醒羊媽媽 並告訴他 他們看到的情況 好了,倒手吧 這時候 留在森林中的兩隻小羊 在建築材料中找到澆水 全倒在熟睡中的野狼身上 其他三隻小羊 跳上最大的機器 怪手的駕駛座 一隻操作方向盤 一隻坐在煞車跟油門的踏板上 一隻負責操作機械怪手 操作方向盤的小羊 啟動機器後 怪手就像活起來一樣 他們很害怕 但還是決定補起勇氣實行計劃 好啊 坐在踏板上的小羊 踩著油門踏板 機器開始慢慢加速 然後第三隻小羊 開始運作機械怪手 鐵 Assessment 野狼被噪音吵醒 發現小羊們做得好事 你们这些可恶的小羊又被你们逃走了 野狼不管怎么试都无法起身 他不懂为什么他被困住了 最后他用力地站起来 因为浇水的关系 他的毛都被黏在床上了 但是坏野狼没有发现 他追着怪手跑 一路追到刚砍完树的区域前面 终于让他追上了 快停下来 你们这些可恶的小羊 小羊们开着怪手撞向大柱子 快看野狼 快看他的样子 野狼这才发现 他背后的毛都不见了 我们一起抓到坏野狼了 合作万事 我们一起抓到坏野狼了 就在这个时候 由羊妈妈带领的农场动物们 抵达建地现场 他们都很惊讶所看到的 谢谢你们 我的宝贝 你们阻止了一场大灾难 他们整理了这个区域 也种了新的树让这块地方再次绿化 至于坏野狼呢 他身上的毛依然没有长出来 在森林里到处乱跑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可恶的小羊 等着瞧吧 我会让你们感觉 走吧 我会让你们感觉 帮我让你们看 vaak 吉祥 你是眼出基本的 帮你 老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